索尔本片男主角苦逼的集中营特遣队成员 索尔之子 一具不知名的男童尸体 故事发生在二战时期 德国纳粹的集中营 电影一开头就用字幕告诉了观众 在纳粹的集中营里 有一批被迫为纳粹工作的犯人 叫做秘密遣送者 他们的队伍也被称为特遣队 而这些特遣队员 往往在为纳粹工作了几个月之后就被杀掉 电影的主角索尔就是其中的一员 故事一开始 德国纳粹正在哄骗犹太人进毒气室 这些可怜的犹太人们 甚至是自觉地走进了毒气室 因为他们被告知只是进去消毒 这些麻木又无奈的特遣队员 在同胞们被毒气毒死之后 就得负责清洗毒气室和拖走尸体 而在这个过程中 索尔发现了一具男尸 他的表情显然告诉观众 他麻木的心灵受到了触动 随后索尔就认定了这个尸体就是自己的儿子 他把这具尸体拖到了解剖室 拜托那里也是犯人身份的医生 帮助自己保留这具尸体 医生随后把尸体藏了起来 在这之后 索尔开始想埋葬这个孩子 他甚至还想找一个犹太教室 给孩子一个郑重的葬礼 然而这个营地中并没有教室 于是他只能拜托了好伙伴们 给他找了一个机会 让他去另外一个营地找 然而索尔最终也没能如愿 甚至还害得另一个营地中的犹太教室 丢掉了性命 索尔依然没有放弃 因为随后他就得到了孩子的尸体 他把尸体藏在了卧室 车上许多同伴不满 但这时候的索尔非常坚持 电影其实一直也没说清楚 索尔为啥要葬这个孩子 索尔和所有人都说那是自己的儿子 但是同伴也告诉他 他并没有儿子 其实快哥认为 电影是要用这种固执 来表达索尔这类人迷惘的内心 他们在人间恋狱中几乎丧失了 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 对同伴的死也渐渐的麻木 而对于埋葬这个孩子的执念 其实是索尔作为一名人类 最后的一点点希望 故事的最后 在所有的特遣队 即将被德国人清理掉之前 这些特遣队员成功地逃出了集中营 可悲伤的索尔在这个过程中 丢失了孩子的尸体 还好在野外的时候 他见到了另一位不知名 又活蹦乱跳的男孩 这让索尔仿佛又看到了希望 但结局是 这些特遣队员没能成功逃出升天 他们最终还是被德国兵围剿了 本片是一部反映集中营故事的电影 该片采用了大量的近景跟拍 和长镜头摄影 在观影过程中 难免让观众有一些不习惯 但这样的镜头语言 也使得观众和电影中 残酷的屠杀背景 有一定的距离 这个距离也是该片最成功的地方 它既能让观众和绝对的暴力有距离 从而更好地去看完整部电影 但又时刻提醒着观众 角色们正处于非人的地狱中 总而言之 快歌认为 这部反战反集中营题材的电影 整体上还是不错的 对这类题材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找来看看 关注微信 快看电影365 输入电影名称 就能看到完整版了